C-3D打印機 上個星期開始跟大家介紹 我手上這部C-3D打印機 C-3D打印機 C-3D打印機 很多朋友都覺得很有興趣 今天我們繼續跟大家講解 如何切片和打印的程序 上一次在節目裡 我們開始進行試印 試印的檔案就是這艘船 我想大家都見過很多次 但這部打印機打出來的船 並不是垂直向 而是斜了45度 為何會這樣 因為打印的過程 它是這樣走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打印的時候 是想像正常的打印機 因為水平的切片 打印的時候 就要打印一個45度的平台 但是如果每次打印 會浪費很多材料 所以現在要介紹大家 如何斜線45度 去進行切片 而使用的軟件 就不是QLA 而是創想自己開發的 CREALITY Slicer 一早已經放在跟機來的SD卡裡面 當然 如果你手上沒有這張卡 也可以上網 自己去搜尋CREALITY Slicer 4.8 下載的時候 請根據自己所使用的系統 選擇Windows 或者是Mac系統 下載之後 自然就輪到安裝 過程非常簡單 進入了CREALITY Slicer之後 按Get Started 你會見到墨型的3D打印機 就是CREALITY CR30 墨量 進入到主畫面之後 你會見到又好像似乎相識 但是畫面又好像很奇怪 究竟什麼事呢 原來你會見到一條長長的跑道 因為這個打印機的打印平台 並不是好像以前打印機那樣 300x300 200x200 而取代的是一條無限二塞的皮帶 跟CREALITY Slicer一樣 按右上角 就可以修改打印三數 在這裡選擇 平常的模型 就應該不錯了 但如果打印正常的PLA 我認為溫度改為210 會比較好些 至於應該找些什麼模型來切片 我目前來說 就不希望印些很長很長的東西 因為真的抽不出幾天幾夜的時間去印 但是我又想試到無限二塞的好處 於是我就在Thingyer用上 隨便下載一個戰鬥機 將戰鬥機的STL Drag and Drop過去Slicer 由於這個模型 它四周都沒有一個平面 所以它是垂直地放在皮帶上面 而機尾部分接觸皮帶 就只有六個很小的面積 大家使用CREALITY Slicer 特別注意一點 通常我們使用CREALITY Slicer 看到這個Origin 這個圓點的位置 應該是在機的前面 但是CR30就不同了 這個Origin 是在打印機的尾部的 我們現在嘗試 將這個模型 複製多幾個 複製五個出來 加上本身的機 就總共有六架 而六架都很整齊地 在皮帶之上排列好 我們現在把它切片 然後 preview 預覽一下 一直有用CREALITY Slicer 大家也知道 移動右手邊的滑桿 就可以預覽整個打印的過程 至於畫面下方的滑桿 就是用來預覽 其中一層的打印過程 如果大家把六架戰鬥機的打印過程 由頭到尾 預覽一次 你會見到現在的設定 是差不多打印到戰機的頭部 就會同步開始打印 下一部機的尾部 如此類推下去 直至六部完全打印 所以皮帶方面的調整 一定做得非常之好 如果調得不好 哪一隻模型 開始的時候 著藏不好 那一個模型 必定會印碎 好了 我們如常把切片左的檔案 傳成G code 放在SD卡裡面 然後插入CR30 正常操作菜單 進行打印 選好檔案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問到一句 才真正進行打印 剛才我已經說過 這個調屏必須要做好 在這裡我們研究一下 調屏裝置的檢點運作 原來是扭鬆了中間的旋扭 然後用頂那個 來調平台的高低 調好了之後 就用中間的旋扭 鎖緊它 四個調平旋扭 都是這樣做法 開始打印之後 就要特別留心 機尾的六點 是不是同時都可以 好好地黏住打印平台 由於開始的時候 我們一邊打印 一邊進行四點的調平 所以好像擠出來 有點噁心 但不要緊的 只要六個面積 都能夠好好地在皮帶上面打印 就應該沒有問題 就像上一次的示範檔案一樣 開始的時候 我都是調得不漂亮的 但打印頭 和皮帶接觸到的地方 只是一條線來的 所以只要這條線條 對 整個無言打印出來 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今次的情況 和上次有點不同 現在打印的 並非是45度的平台 而真正是飛機的尾部 一部分 所以當初 開始的時候 打得不太漂亮的部分 可能打印完之後 就要人手撿一撿 當我們觀察到 第一架戰鬥機 開始得不錯 你都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這個無限意識的皮帶 就會慢慢慢慢向這邊轉過去 來到這裏 看到第一部機的尾部 已經很穩固地著床 其實都很安全 基本上就可以讓它打印過夜 雖然要等六架戰鬥機引發出來 還要等八個小時 但根據上一次經驗 只要開頭開得好 要完成打印 應該不是問題 而今次打印 和上次打印的最大分別 就是這隻船 因為打印了斜台 所以它的層面 還是水平的 而今次的戰鬥機 它的層面應該是45度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為止 大家如果更想了解 有關CIO30個操作 請繼續關注我的影片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